小时候学画呢 就是乱画仪器 照着小时候书 照着梁花画 画 画关羽啊 打仗啊 这些 张飞啊 以后画坦克 画这些东西 然后到了 八九岁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教我画画画 画什么马呀 还在什么 小杂志上登过 刚登上照片做 感觉 这个画还能登在书上 肯定特新的 改了开放以后呢 它允许你 自己不按照指定的题材 去画画了 允许你 按照你自己想象的 想表现的题材和手法 去完成你心目中 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幸运的 因为我们之前很多画家 不是在战乱中浪费了时间 就是在政治运动中 包括我们在政治运动中 各个运动我们都要跟随 那么你就 很难找着什么 自己想画的东西 当时是不允许的 就是创作人 艺术市场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出现了 出现了艺术市场 对我个人来说呢 最早的一批艺术市场 就是美国人来 到成都来 还刚刚感受我画这些画 因为那些没有市场 我知道这种画 美国人挺喜欢的 我自个儿也挺喜欢 看来是能够沟通的 他们是个参议院代表团 到成都来 我不知道他们跟他干嘛 那么糟 改革开放再来一些 吹进来一些 国外的一些艺术理念 当然这种艺术理念 始终对我的影响不大 我的艺术理念 是靠我自个儿来形成的 因此我并不是特意的 去跟这个风 所以我在八五新场里边 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八五新场表现多的是 比方马德升啊 王克平啊 毛利子啊 但是呢 我追求的东西 还是属于另外一种 一样 请不吝点赞 于是 请不吝点赞 于是